哈囉大家好我是Charles 好久不見了 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新入手的包包喔 好的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的是 Coach1941系列的其中一個非常可愛的秀款 我們一起來看 但是呢這個秀款就是 全新的 所以我拿到的時候它的包裝 非常的完整 防塵袋啊然後裡面那個包包的把手 所有的零件都包得非常的好 我覺得拆開是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我剛剛大概花了五分鐘的時間 然後把上面的那個包裝紙全部拆掉 啊你就知道這個包在它運送的過程當中 因為它是非常薄的皮革做成的 然後就要很小心的保護這個型 不要被壓壞 所以包裝紙當然有一點多 然後加上因為是全新的 所以每一個金屬件上面 都有一個保護的那個套子這樣 然後就非常多的地方要拆 所以花了將近五分鐘 但是這個包包真的很漂亮 看一下 本身呢包一包的材質 是用那個他們經典的棒球的那個皮革去做的 所以這一次這一個包款 我覺得算是非常輕量的一個包款 因為Coach在皮料使用上面是非常的不可期 就是他們用料非常的實在 所以呢很多像男生用的公式包 或是女生用的類似像公式包 這樣子的包款 其實皮料用的部分都蠻多的 所以重量當然是會有 那相較於這一款基本上呢 就是差蠻多的囉 近看一下 對他用這種棒球的皮革 就是越久之後 你有使用的痕跡啊 他就會越來越漂亮 然後厚度大概 應該只有一兩mm而已 對 非常的薄 然後整個袋身大概 應該有四十公分吧 還是將近四十 我覺得已經快要跟我另外的keyboard這樣子大小差不多了 很美吧 那特別的是這一款包包啊 他在這個旁邊 雖然他軟 但是他這樣子的三角形的設計 讓這個包包不會塌下來 就是他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結構 就是包包不會整個軟到塌下去 所以這個旁邊的部分呢 也是都是用縫的 看得到嗎 沒有用任何的那個膠水去黏他 就是直接用手縫 所以如果這個包包 有壞掉或什麼的話 縫線掉其實 沒有這麼容易壞 但是原廠都可以送回去再做維修的部分 好 然後我很喜歡的幾個特色介紹給大家 第一個當然就是最明顯的啊 我們有看過coach的logo 就是 這樣 是一個馬車 然後這一次的 2017的秋冬款 就把這個馬車做一個二趣味的 呃 變化 所以就變成是他們之前出的那個恐龍 超可愛的 然後變成是恐龍拖著經典的馬車 我那時候在秀上 不是秀上 就是在他們在推出的時候的轉播 就有看到 欸 有這一款 但是我沒有特別去follow說 他是做什麼樣的包款設計 或是在什麼樣的皮件上面 只是覺得這個圖案非常的可愛 然後我就把它截圖 結果沒想到 就昨天去逛101的時候 就看到這一款 那這一款包包是在台北101的coach 獨家限定販售的 數量也不是很多 就是十隻手指頭數得出來 據說是這樣子 所以 能不拿嗎 對啊 他這麼可愛欸 然後 我覺得男生拿起來這個大小其實是蠻適中 因為如果對於個子比較較小的女生 這個包可能就顯得有一點大了 好 然後另外呢就是關於把手的部分 其實看得出來 他們的把手現在的工藝 就是也是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這邊的邊角上的非常的漂亮 重點是因為 雖然 他的 呃包包的身體 是這樣子的一個 棕色吧 對 但是呢他的把手是做黑色 所以 就不用怕我們的把手跟包包是同一個顏色 你一直摸摸久 就越來越黑 越來越髒 所以這個用久了之後就會更亮 對 黑色的好處就是 不用怕把手會變髒 那 他的裡面呢 還有另外兩條長背帶 就是細的背帶 然後這個部分呢 就是可以讓你上肩背了 就像這樣 還可以吧 對啊 就是可以 背在肩膀上 如果你覺得手踢得很累 可以肩膀上背著 然後 你也可以另外做結合 就是把這兩條 短的背帶呢 互相扣著 然後斜對角的扣起來 就可以側背在身上 所以 對於購物來講 或者是媽媽 要來當媽媽包 這個絕對是非常的適合 對 因為他容量真的很大 那在這個裡面 還有另外附了一個 呃就是 他們的小內袋 因為包包大嘛 所以你 難免就是要撈東西什麼不方便 這個單獨拿來當手拿包都很好看 對 對 整個也是皮革做的喔 就是他們一樣棒球手套的皮革做的 然後 然後裡面還有 帆布的內裡 是吧 我覺得很美啊 這些小細節 邊角什麼都 上得很漂亮 然後 這裡有這個 扣環 你可以把它自己扣在這上面 對 我覺得現在手包真的是 大家越用越多了 你看 所以它的設計 很簡單 然後 這邊有扣去經典的皮鏢 還有唐鷹的字在上面 對 然後整個就是 可以釘在手上 另外單獨做使用 那也可以讓你扣在包包裡面 就可以方便做使用這樣 好 然後呢 這個包包 這裡還有做這樣子的扣環 看到嗎 扣起來 好 有點難用 先兩手操作 我昨天看到這個包包 真的是 沒辦法抗拒 哈哈 好 就是這樣 就會讓你的東西 不會這麼輕易的被人家拿出來啦 但自己 這樣開口 沒有拉鍊的包款 其實自己在使用上的時候 真的是 自己要多留意一下 不要 被人家丟東西進去 或是被人家從裡面拿東西出來 欸啊 我是很蠻喜歡這樣子的一個設計概念 對 嗯 不知道 很少買這樣的包款 因為我覺得還是有拉鍊 可是 因為上面的圖案是我非常的喜歡 然後 整個皮革的味道也是好香喔 然後 底下也是皮革的 但是呢 這邊有做這個 帽丁扣 讓你的整個底座接觸的時候 就不會一直磨到這邊 好 然後在這裡還有這個 燙印 他們的皮革的證明 就是 這是一個棒球的皮革 越用會越軟 然後這裡這個吊牌 拆掉啊 之前 他是還有買別的恐龍 就是也可以掛上去 但我覺得 他本身配的這個 金屬質感 就已經很美了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會想要 暫時先保留他的原料 不要亂掛一些東西上去 很美喔 然後看一下這裡 裡面 是酒紅色的 這個應該是另外一個 顏色的 包包的 就是這個顏色 對 因為還有另外一款 然後他的縫線是粉紅色 那我就覺得 我比較困難了 因為是粉紅色的 對 好 我覺得這個三角形的設計 是真的蠻棒的 都用縫的 然後沒有黏膠 可是就是讓你的包 基本上還是一個挺的狀態 不會整個就這樣軟下來 對 那真的非常輕 因為他沒有內裡 所以他整個就是 單純的皮料使用 非常喜歡 整顆都是皮革的 用起來 應該 我覺得隨著歲月 跟他的使用痕跡 這個面會越來越美 因為 我在秀上看到的時候 我放一張照片給你們看 在秀上的時候 這個 比較亮 然後有一些使用的痕跡 我就覺得 哇 這種就是皮革該有的樣子 對 所以現在這一顆 還是很新的狀態 我想真的是 久了之後就會 嘿 越來越美 好 所以這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包包 有本來的這個包包 然後還有附贈一個小內袋 CP值相當的高 全皮的 然後價錢上面來講 還可以 對沒有說到非常的 貴這樣 然後 然後 同廠加印就是呢 因為買到一個 滿額 所以就是 意外獲得了一隻 這隻 跟101這一次 推出的小熊 那 這個每年101都會推出 跟一個品牌做結合 然後 去推出這樣限量的小熊 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證書喔 對 然後我拿到的這一隻是 第100 呃 1250號 1250 其實也蠻好聽的一個數字 然後 你看這一次的小熊 是他們家經典的皮衣 超可愛的 而且還可以 其實是可以脫掉的 就變 鋪入狂 沒有 欸 然後啊這裡這個別針 因為我之前蠻喜歡 他們家的這個別針 但是因為它要附屬在 包包或者是鞋子上面 我覺得 沒有單賣 我就覺得有點 遺憾這樣 不過這一次 這個小熊上面的別針 是可以拆下來的 這樣我就可以另外拿下來 弄在我的那個 牛仔外套上面 也會非常的好看 還不錯吧 這次的小熊 超可愛的 好啦 這就是今天的開箱 所以昨天的戰利品 其實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但是先開這樣就好 好 一個包包 然後一隻小熊 下次見囉 掰 死定一隻小熊 集一隻小熊 Suite